北京时间12月18日 NBL常规赛结束了一场焦点大战 最终大魔王周琪带领墨尔本凤凰队 吃到了本赛季的第一场失利 他狂轰真的是带不动了 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就全靠周琪一个人了 大魔王第一节拿到5分 命中率100% 第二节又是爆发砍下了7分 半场12分6篮板一盖帽 他的四大数据全都是两支球队的最高 甚至于得分和篮板 前场篮板都是最高 你说周琪难道不用力吗 周琪已经非常的认真了 但是是真的带不动 他一个人5投4中 队友3分13中1 后面第三节他又是始终在场上 而且打了8分钟 防守端连续给出表现 三节之后已经砍下14分10个篮板球 已经完成了两双 第三节还剩下一分半周琪下去休息 因为他之前没有得到一秒的休息时间 他总不能打满整个下半场吧 总有些的时候 结果就在第三节最后一分半到第四节开始 这一分半中的时间里 球队又被对手一顿痛击 尤其是末节刚刚上来 周琪的队友连续犯下致命大错 先被对手完成一次抛投 又完成了两个三分命中 一分半中打出一波8比0 此时就是周琪在场下休息的这段空档期 分差瞬间被扩大到19分 那你让周琪回来也没用了 后续凤凰队教练米歇尔还想努力一下 又把周琪重新拿回到了场上 周琪回来之后立刻就有效果 凤凰队连中两个三分 都是由于周琪的内线牵制力 迅速把对方打停了 很快大魔王再次接到队友克里克 传球超高难度2 腰打进 举火烧天命中一球之后 双方的分差来到了10分 凤凰队连追9分 克里克又是一个中投 一波11比0 把双方分差缩小到8分 周琪送上大火锅 好不容易缩小分差的情况下 周琪再送一个大帽 又抢两个篮板 不过凤凰队的外线实在是太铁了 追分的时候 你投不进三分球 那确实是没办法 因此尽管凤凰队发起大逆转 最后三分钟追到直落后12分 但是队友又是连续的三不沾葬送比赛 现在对于周琪的唯一悬念的他 能不能拿到一个2015的数据了 最终还剩下一分 半钟周琪被换下 因为凤凰队已经无力回天 能看出队友们实在是太坑了 全场大魔王出战30分钟 9投6中 罚球6中5拿到17分13个篮板5个 盖茂一个助攻 其中周琪的投篮 命中率是全队最高 罚球命中数也是全队最高 罚球出手数全队最高 篮板球全队最高 盖茂数量全队最高 在场的正数值和效率值 都是全队最高 一己之力拿到了7大 全队第一的数据 就是没办法带队赢球 因为队友3分31中8太坑了